以顾全郭政协副主席霍英东 他的袁佩夫人呂艳尼 9月1日离世 中年97岁 出殡仪式在9月14日举行 大约早上8点 霍老太的长子霍振庭 同霍振庭的儿子霍启山 抵达殡仪馆 之后霍振庭长子霍启刚 连同太太郭晶晶 郭晶晶的母亲 霍启刚长子钟禧 次女钟妍和幼女钟儿到场 霍振庭前妻朱灵灵 随后也独自抵达灵堂 而正商界人士 包括李国宝和她儿子李文斌 梁智雄 贝君琦 汤姓明 何明仪等等 也有到场致哀 而数十名法师 也有到场为霍老太重敬 大约10点 灵堂的仪式完结 亲友也陆续离开 准备前往墳墙 离开殡仪馆时 霍振还儿子霍启文 双手戴上白手套 捧着霍老太的灵位 准备登上灵车 霍振还就和撑着拐掌的太太 陈琦琦 双双步离灵堂 霍振庭就在儿子启山的陪同下离开 她前妻朱灵灵 就和亲家郭晶晶母亲一起 至于郭晶晶 她就在家庸的协助下 带着一子两女离开灵堂 儿子钟禧全程和妈妈 拖着妹妹钟妍非常细心 至于钟儿就由家庸抱着 众人后来也顺利登上旅游吧 而霍启刚就捧着祖母围照登上灵车 灵车之后也随随开出 根据霍振庭之前透露 霍老太将会和丈夫霍英东 合线于柴湾的佛教坟墙